腾讯又有新动作 该公司进军ACG漫画与电子游戏领域 扩大其媒体投资版图 日本老牌出版公司Kadakawa集团公布 腾讯将以300亿日元收购角川6.86%的股权 完成交易后 腾讯为角川第三大股东 角川表示 腾讯透过香港子公司SipsJoy 以每股6170日元的价格购买486万股 较上周五收市价 存在溢价2.3% 交易将于11月15日至26日完成 角川集团表示 试次与腾讯合作 将着力于角川旗下动画和电影相关产业的注资 包括确保出版物数量的增加 扩大其动漫制作工作室和设施等 同时会大力推动 将旗下IP改编成游戏的力度 双方已签订动漫业务的合作协议 拟进一步促进公司的全球媒体组合 事实上 今次已非腾讯和角川首次合作 2016年 腾讯已从中南集团手中 收购总部位于广州的天文角川41%股权 成为天文角川第二大股东 仅次于角川集团的49% 腾讯早前宣布斥资12.7亿美元收购的 英国游戏开发商Sumo Group 该公司向其透露 有关交易正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调查 以确保不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腾讯已同意提供相关文件 争取交易在今年底前获批 公开资料显示 腾讯早于2019年入股Sumo 持有9.96%股权 即后于今年7月宣布收购Sumo Group余下股权 拓展游戏业务版图 这是集团第一次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全资收购 也是腾讯2021年以来金额最大的投资项目 Sumo Group于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及波兰设有工作室 今年腾讯不时收购或投资海外游戏开发商 包括本月初 赤资7760万元资罗提收购波兰游戏开发商Bluber Team 22%股权 并取代基金公司Rockbridge TFI 成为最大股东 也在今年初投资3000万欧元 获得法国游戏工作室DunkNut的少数股权